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軒 我現在來到了嘉義的瑞梨 然後今天呢 我要面臨我的旅遊史上最大最大最大的挑戰 就是 我要帶我媽出來玩瑞梨漁遊 嗨 哈囉大家好 今天就叫你Alice好了 我是Alice 對啊 我是林軒的媽 我終於入境了 你帶這個大紅色墨鏡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天氣熱嘛 對 今天天氣也很好耶 你今天穿有點多 對 我還穿了一件那個衛生衣 而且那種衛生衣是發熱衣的衛生衣 對 但是因為呢 今天我覺得是因為我史上最大的挑戰 所以我帶了一個人 就是文泉 嗨 我要被拖下水了 對 所以今天文泉的媽媽要一起來 哈囉 我也入境了 好高興喔 大家可以稱文泉的媽媽叫Rita 所以今天有Alice跟Rita 我們四個人一起出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因為SX跟Rita感覺可以變好姐妹 他們去旁邊聊天 我們在旁邊隔壁桌玩這樣子 你們聽到我們要帶你們出來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終於 終於你良心發生什麼 然後我問我女兒說 要穿什麼樣的衣服比較適合 她就只告訴我說 不要穿紅色跟桃紅 對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預備要穿一個是那個 蕾絲的 那個咖啡社 我今天搭配的就很好啊 真的 謝謝 因為你特別交代不能穿桃紅色 對 很好看啊 還不明有結構 對 今天我們第一站呢 是我們會先去看紫桃花 媽媽們應該超興奮 你們應該很喜歡 超興奮 床拍照 對 床搭卡 她穿給我的親朋好友 對 然後再來我們下午會去 房營瀑布 辦日遊 這個一定也是媽媽媽們很愛的行程 對 好 那今天呢 就跟我們一起玩瑞里一日遊囉 走啊 走啊 很會 很會 還會壓腳耶 真的很好喝 真的 這裡其實蠻愜意的耶 我們現在呢 在嘉義火車站 然後要搭台灣保行瑞里線 出發到我們今天要去的景點了 上車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那個 QR Code直接給私機 然後做和銷就可以了 今天的天氣呢 真的是還不錯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瑞里 那其實瑞里這個地方呢 也是近期阿里山的一個 星星景點 那它這個地區呢 附近有像圓潭 生態園區 還有觀音瀑布 還有現在三四月呢 有非常有名的 紫藤花季還有螢火蟲的季節 都非常適合 一家大小 或是跟朋友來這邊走走逛逛 那我們今天的交通方式呢 我們是先到嘉義火車站 搭乘台灣好行的瑞里線 那我們今天早上第一站呢 就是我們會先去看紫藤花 然後下午呢 會有個觀音瀑布 半日遊 然後沿路會有一些導覽 也會有台灣好行瑞里線 店家購物金 你都可以去一些 指定的店家吃美食啊 或是手做DIY的體驗 或是購買一些伴手禮 都可以用它的購物金去折抵消費 欸 我們的媽媽消失了 馬上消失 我們剛只是在旁邊拍了一家東西 他們媽媽怎麼不見了 今天就是從我們坐車的時候 就一路聊 你在旁邊已經是 有點暈車你知道嗎 你已經快吐了 我很想睡 他們真的可以變好朋友耶 他們一定是 不管是穿衣風格 或是 一些 概念 理念啊 一些共同話題都 他們就是 失散了快60年的姐妹 最好快60 50幾年的姐妹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個地方呢 就是阿喜子騰 它這邊呢是一個 美宿 它是個咖啡廳 然後阿喜呢是老闆的名字 那現在老闆已經不在了 所以他的家人呢 還有老闆娘都非常珍惜 這是他一手打造的花園 他的花園呢 非常漂亮喔 因為現在3月中下旬 那一直到4月初的時候呢 是紫藤花的季節 一個紫藤花呢大概就是 25天到30天的花季這樣子 它現在還沒有到非常開滿的狀態 才剛剛開不久而已 然後大概再過個幾天呢 天氣好一點呢 它這邊就是滿滿的 我媽媽剛剛說 搞不好這支影片就會百萬個點月 我媽媽好有信心 媽媽期待她自己是流量蜜嗎 搞不好媽媽們真的這麼厲害 老闆娘現在介紹她女兒派的婚紗 境內的婚紗 對就是在那個 我們這個在 沙目裡裡面喔 紫色婚紗 對跟精靈一樣喔 我覺得她的場景是獨一無二 對 這裡也是 對這些都是 我現在滿滿滿滿跟老闆娘 變好姐妹了 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對我們在旁邊看我們自己的 逛我們就好了 欸這附近有很多小物欸 它有各式各樣的杯子啊 盤子 然後還有髮窟 它這邊呢會有一些 盆栽類的 然後還有賣一些 花蜜伴手禮 果乾類的東西 欸Rita超級會找拍照的景欸 超厲害的 哇腳好長欸 很會很會 還會壓腳欸 哇 好厲害 1 2 3 好啦我們剛剛吃完午餐 然後經過了一個山路 然後來到了下午的行程 然後這個行程呢 它是關一瀑布半日遊 那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一日遊的行程 我會把連結也一起放在 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我們第一個呢 第一站就來到 龍眼烘焙導覽 然後它這邊呢 會幫你導覽說 欸要怎麼樣烘龍眼 以前的人 他們就會把龍眼放在裡面 然後就是這樣 滾來滾去 然後就會讓龍眼的那個皮呢 那種比較均衡 放龍眼去餃子的概念 然後它 產出的龍眼呢 會比較香甜 好了我們下午的行程要開始了 現在要來到 觀音瀑布園區 這裡其實滿愜意的耶 對啊 很安靜 而且這個瀑布呢 是今年才開始重新試營 因為之前 921地震之後 就是一直到今年 這中間的時間都沒有開放 我們現在呢 就走在這個步道上面 剛剛是在第一層 我們現在要前往第二層瀑布的 好香耶 可是我覺得那邊 爬越高 視野越美耶 這就是我們剛走過來的地方 我媽好快 她已經上去了 他們絞成怎麼都那麼快呢 我們下午呢 就來到觀音瀑布 第二層這邊 要來瓶阿里山的咖啡 剛剛 現場手沖的 好香耶 而且剛是我們一脫掉口罩之後 就馬上聞到那個香氣 很香 我覺得就是 在這個環境之下 喝這個咖啡 特別有味道 三好水配著好咖啡 真的是一個絕佳的一個選擇 超讚的 它很有回甘的味道 其實它的咖啡真的 因為最近我在喝咖啡 我覺得它的咖啡真的 它剛剛 何經理說 它是種在海拔 1500公尺上 所以它真的 咖啡的豆真的是很好 然後喝起來就是 很潤喉 它這個跟市面上的咖啡有什麼不一樣 不知道這個是我住幾花點嗎 這就是黃金咖啡 這是我住 什麼像番茄 這是黃色的 黃金 黃金咖啡 為什麼有黃的 黃金 品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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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品種不一樣的 這好漂亮喔 這不一樣喔 這是紅色的 對 紅色也好配喔 這個綠色的會黃 這個不能打掉 很多咖啡都是這麼紅色的 喔 所以猴子都是紅色的 這是大哥自拍 對 我自拍 好帥 好帥喔 老人沒關係喔 但是我跟大家都喝得來 好帥喔 好… 我跟妳講 觀音瀑布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能夠吃到 獨一獨二的 咖啡果肉茶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龍眼家咖啡 咖啡的一個 咖啡的一個 這外面還沒有看過的 外面絕對沒有 對 妳很聰明耶 對 妳很會形容耶 真的 今天來這邊 玩家一堆是美女 超美女的 超棒 花超喜歡的 花超喜歡的 我們都是她的媽耶 我們都是她們兩個的媽耶 沒有啦 妳跟妳說幾歲喔 謝謝 大家自行一散 沒有 大哥自行一散 大哥自行一散 太誇張了 對 今天的 媽媽們跟大哥 都很適合開頻道 超美女的 超美女的 小禮物 我就是用檳榔葉做的炸萌 所以 好可愛 好可愛 不是 這超可愛喔 她是小姐 可愛 我們現在呢 就在觀音瀑布這邊 來 結束一下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訪問一下 Rita跟Alice 就是今天 被我們這樣拖出來 有什麼感想 沒有要被拖 我們真的是很榮幸被邀請來旅遊 我啦 我自己個人我覺得 她應該也是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覺得我們都是期待 滿心期待跟女兒的這一個理由 來到這裡真的才發現 真的好溫馨喔 尤其來到觀音瀑布才知道說 最近已經隱藏22年沒有開放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個行程 很棒 耶 因為平常她也很忙嘛 那我也很忙啊 有啊 今天就感覺好開心喔 有嗎 林軒也買貼心的 感動 對 我的感想就是 就覺得心裡面 有種很溫暖的感覺 溫暖跟熟悉的感覺 因為管是早上的那個 紫藤花 對 來得通過觀音山瀑布 對 這些其實都是有歷史的 我覺得今天來得太值得的 所以我建議說 然後這樣之旅可以 延續下去 可以再多幾次 對 那我們也有關係能夠 更加親親 然後原來我在看紫藤花的時候 這是有故事的 看這個瀑布 就也有故事 喝個咖啡也有故事 爬那個 爬那個步道真的很累 所以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要煉雞肉 煉雞 這是結論嗎 好啦 這個結尾錄得有點過長 那就感謝 Vita跟Alice的參與囉 也感謝 阿里山國家風景管理所的邀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 幫我按一個Like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可以按訂閱還有小鈴鐺 然後我會放很多 我們今天的圖文 簽動 五百萬 五百萬 一四塊 等一下我再集 期待我們下次再見囉 對 趕快傳傳 分享 好 掰掰 掰掰 星辰結束後 我們搭乘台灣好行瑞里縣 回到嘉義市區的 奮起伏米餅 使用了店家購物金 帶伴手禮回去 還有更多購物金合作的店家 可以點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去看喔 我們來右邊左邊的話 會撞到 我們先右邊 好 一二三四 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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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年輕人會被我們口話了